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椰 寬可來小椰的Oshiji Log Includer 今天這集我想要來處理一下泥土的部分 那其實前一陣子也有說那個什麼食物堆肥啊 可是食物堆肥它實在是太不精緻了 它產生的泥土量太少了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考慮 畢竟你是用食物堆肥產泥土 然後泥土在種旋賣產食物 那這樣一個循環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所以我就不會用食物堆肥的方法 那我們今天就來用其他方式來獲得這個泥土吧 其實我種了血脈以來啊 其實也蠻久的啦 那我的泥土消耗量一直都沒有太大 現在還有54公噸了 而且54公噸並不是因為血脈消耗掉的 是我在自己私底下玩的時候 不小心打開了這對門來了一隻地鼠 然後這地鼠馬上的給我爬下去這邊 咬了我一大口的泥土 不然的話我這邊應該會有57公噸左右的泥土 所以哇那一格泥土真是很傷啊 你要知道地鼠吃了食物之後 它拉出來的物品是固體狀態的 所以它吃了4公噸的泥土 那出來是2公噸的固體泥土 挖掘之後只剩1公噸 所以這直接把我四分之三的泥土燒死掉 所以哦 真的要小心哦 召喚地鼠的時候旁邊有沒有一些鐵礦啊 泥土啊 不然你真的是 唉 就像我這樣子啦 不過我那次是不小心啦 我想說這邊應該是鑽石磚啊 結果是玻璃啊 然後就被它吃掉了 不過反正就是我發現我的泥土燒動量其實沒有太快了 一來就是我 血脈也沒有種太大片 然後 泥土其實也有一些地方有在穩定產生 比如說我生活去底層這邊 有做一些濾鏡機 就是把二氧礦灘洗掉的 那這我是私底下做的 洗掉的時候讓它跑自循環 然後會產生一些污染泥土 然後直接在這邊堆肥 不過這邊其實已經沒有再產生污染的泥土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 二氧礦灘已經被我洗掉了 像這邊也是 所以 基本上 我污染的泥土 應該都沒有再產生的了吧 現在這邊產生的污染泥土 可能都是食物堆肥回來的 呃 還有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又壞掉了 啊這個壞掉有 原因的啦 那原因就是 他帶到一些 接近腐敗的食物放進來 然後就腐敗了 然後這裡面東西都壞掉 啊沒關係啊 這個我會自己處理啦 反正 到時候等小人下去 產生很誇張就會風起來了 那這邊我 比較建議就是用氫氣啦 氫氣會比較穩定 因為用氫氣的話產生污染的泥土啊 然後會產污洋嘛 污染也會因為比較輕的污染去往下跑 不會累積在這邊 那這裡的生食物也不會那麼容易壞掉 那這邊先不管他 我們今天就來做這個 污染泥土的生產 喔都是泥土的生產吧 欸其實泥土也有在加 剛剛54.1 現在54.2 不過應該就是之前那些 這邊 血液很誇張的產物啊 那我們現在是 並沒有任何東西 產生污染的泥土的 那產生污染的泥土 最好的做法就是 用浸水器 那如果是動物的話就是羊羽 然後羊羽的話 因為需要用到藻類嘛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我們進水器的話 剛好我們 浴室這邊啊 我讓他長期洗澡嘛 所以那個污水量是多到 可以讓我種 兩顆蘆蟀的 兩顆蘆蟀每天都用 160公斤的污水欸 是非常誇張的量 然後我現在那個 捲彩也蠻多的 所以我打算 這兩顆蘆蟀也不要種了 所以我們就改成 在這邊 用一個浸水器 然後把這浴室裡面的水 跑一個自循環 我們就有一個 水轉污水的過程 之後就會產生污染的泥土嘛 那我們這邊就給他那個 風化砂就好了 用捲彩質帶一些風化砂回來 哇我們這個 聚合數字超多的 呵呵 然後這邊 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用捲彩質 因為風化砂太高溫了 不想影響到生活區溫度 所以用捲彩質吧 之後一個手臂 幫我送那個 錶土 OK 那這邊就可以污水轉成水 然後供應回這邊 之後就會產生污染的泥土 那麼污染的泥土 放到這邊堆肥吧 比較靠近啦 那污染的泥土啊 它氣體壓力超過2000 它就不會再釋放污洋了 我會建議你放在 二氧跨灘的地方 因為二氧跨灘比較容易累積到2公斤啦 那你看上面氧氣1800 有些可能1900 有些地方都沒有到2000 那二氧跨灘是已經到2000了 所以它就不會再 那個產生氣體 喔這邊污染的泥土 你看它在裡面都沒產生過氣體 就帶到這邊吧 那這裡 我們 這個就不用了 那到時候 這邊還是需要用到污水的啦 那這個污水 我們就改成用廁所的工藝就好了 之後這個橋接管 改一改方向 那就改到這樣子 那也可以確保我這邊肥料啊 欸欸欸欸欸 怎麼這個水瓶在打上 不要打上 我這邊肥料啊 會有污水產生 喔 就沒問題了 這邊就給它跑自循環 那因為浴室 它產生的水啊 是不會 那個 不會有 額外的 所以這邊 永遠都不會塞管 然後浴室這邊 也有順便 跑下來這邊 濾金機的部分 濾金機 濾金之後 會跑回去 跑回來上面 所以 濾金機也是會 跑來這邊 做一個自循環的動作 然後就會在這邊 產生那個 污染的泥土 那我們標準 優先帶下來吧 那隨著這個 產生泥土以外 我們還可以透過 洋魚的方式嘛 洋魚的話 因為我上面 魚池已經把它蓋完了 那這邊 我也是私底下蓋的 那這裡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上面這一層呢 我是利用到 一個很少的液體表面 那這液體表面 很容易做 你就一個透水磚在這裡 然後把多餘的水 往外面流 然後就會讓這個 沒有超過400公斤 它要400公斤 魚才可以游上去 所以現在魚是游不上去的 所以這裡 孵化的魚 也會跳下來 這樣子就不會說 魚卡在裡面不出來 然後也可以讓你看起來 欸 這邊 是一個充滿水的情況 可是實質上 魚是不能在上面生活的 那你這邊 做透水磚啊 讓多餘的水流出來 就可以了 那我們要把一些魚 拿出來養啊 因為要做一個 污染泥土的話 那我想想看 這樣子 我們要做合一個魚池 那我們先 要蓋一個放置點 我看一下這邊 能不能蓋 那我這次魚池 我就做簡單一點 魚池 我們就做簡單一點 我們直接用 放置點的方式來做 因為放置點 它可以調這邊 養多少隻魚 如果超過上線的話 就不會帶 額外的魚過來 然後上面這裡啊 我們也放一個放置點 可以嗎 感覺手邊還是卡住了 我看一下 底下這個可以蓋嗎 喔可以 所以是單純這個磚塊 我要拆掉 呃 我先把這個帶上去上面 那我這邊就放一個放置點 然後這放置點跟 到時候這邊的放置點 我們就調 不同的優先就好了 這裡沒有魚的話 就先帶過來 那這裡有魚的話 我們養個兩隻就好了嘛 那它就不會再帶過來這邊嘛 那我們就會帶到這邊來 那 因為我現在魚都在裡面了 所以要在外面找一隻 魚帶過來養 那剛好這邊有一隻 然後 它也18歲了 所以它也差不多殘蛋了 那我們就 到時候挖過去 直接拿它的蛋 直接丟下去就好了 欸 不行 我們還要放那個 四六雞 還要一個 箱子 還要一個箱子 這箱子是幫我把那個 藻類送進去的 然後這邊我們還需要一個 孵蛋器 因為我們用到放置點嘛 就要孵蛋器 那孵完之後 它就會帶過來這邊 那這邊已經放滿了 就會帶上面 那這全部 點就好了 孵完的話 就會馬上帶過來 那有三種魚啦 我們就要蓋三台 那這三台應該不太可能 同時操作吧 這樣子就好了 好 然後這邊 來 放置點 OK 欸它偵測的是哪一個 是這一個裡面的 雨量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超出上限了呢 它是偵測上面房間耶 哈哈 這邊沒有魚耶 所以它可以無限放進來 很好 太好了 六千七 OK 這樣子就好了 這樣子就好了 那平均 兩隻魚 每1.5天 產一顆蛋 然後這邊孵蛋器 每一天孵一顆 沒有到一天 一天多一點孵一顆 所以是追得上這邊產生的速度的 其實食物這個啊 最好還是用氫氣了 不過我這邊也可以設定一個箱子 如果產生污染的泥土 就會把污染的泥土帶進來 喔不是污染的泥土啊 它不會那麼快 它會先產生腐敗物 腐敗物的狀態還不會產生污染 然後變成 污染的泥土才會產生污染 所以就確保 就算真的不小心送到一些壞壞掉的食物進去 變成腐敗物 然後也不會影響到這裡 來我們做有機物 然後腐敗物 腐壞物 這樣就好了 哇 還是有孵害 然後這個氧氣是不是有點多啊 喔 這邊好了 來 所以有機物藻類全部送過來 然後魚蛋 其實如果外面有的話 它應該會直接帶過來孵化吧 所以也不用放進這裡了 所以等它產蛋 就馬上把它的蛋帶回來就好了 這邊有 有一顆 等一下 看一下 68% 好好好趕快過來 把它拿走就好了 OK 那魚的部分就完成了 到時候就可以讓它在這邊 繁殖 然後吃 轉污染的泥土 那污染的泥土 可能需要拿個手臂 算了 小黃金去撿吧 那這樣子我們做一個 穩定的泥土生產了 好了 這邊我就刮完了一下 就把兩隻魚都帶過來了 然後也 剛長大不久啊 那目前就只是差這個 藻類還沒有送過來 之後他們吃這個藻類就會產生這個污染的泥土了 我們就多了一個泥土的生產線 喔 不過這個藻類是有限的嘛 所以我們下一集應該就會來講這個 晚離轉藻類的部分了 那今天這集呢就先到這邊結束吧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要我蓋的東西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不過因為正式版快推出的關係啊 所以 我只會做到正式版推出之前啊 我就看到哪一些就做哪一些 不過也不會說 有所謂的優先順序 我就是看到哪一個 比較好做可能會放在前面這樣子啊 反正排名不分先後啊 有留言都有機會這樣子啊 那我是小葉我們下一集再見 再見